Hello,大家好,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迷你的网购分享 那这一次呢,我是在cosmety.com呢,买了一个包裹 这边没有地址吧,很担心 因为之前呢,我都比较粗心大意的吧 这边地址都露出来了,之前有同学有提醒我 那这一次呢,就确定一下,因为没有地址 那包裹呢,到的还蛮快的 这一次呢,我就入了一些,真的是砸了重本 入了一些我自己非常想尝试的保养品 那在这支视频里面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cosmety.com呢,我之前也有在他们家网站买一些保养品 我觉得我买到的保养品都应该是正装 我不能肯定说这个网站就是肯定百分之百是正装 但是我只能保证呢,我买到的就是产品质量都还挺不错的 所以这个网站呢,我个人还蛮推荐 那这个开箱呢,怎么说,其实我把这个箱子已经打开了 然后产品呢,我也已经从这些袋子里面拿出来了 它每一样产品呢,都是有这个,这个叫什么 就是泡泡的这个袋子呢,是包装好的 所以就是防止撞到或者是打到 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些袋子我先拿出来了 另外呢,在这个包裹里面呢,还有一张这个收据 就是上面写着你买了一些什么产品 然后价格 建议大家在网购的时候呢,就是都稍微小心一点 注意一点吧,不要买太超过金额的 否则的话呢,真的免不了哪一天呢,海关会抽查 其实这一次呢,我都比较大胆了 这一次网购呢,其实我买的东西并不多 但是每一款的单价都还不便宜 所以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买了哪一些吧 我看到它们都好兴奋呢 那首先第一样,我拔草的这一款洁面产品呢 其实我看了它蛮久,我很想拥有 但是因为家里的洁面产品呢,都迟迟没有用完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买它 就是来自戴克的这个洁面泡 那这个我就可以打开 因为之前的其他的产品,这些外包装呢 我都把它拆掉了 省得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有一些杂音 很多同学都不喜欢有杂音 我自己也不喜欢 所以这个我就轻轻地拿掉它 那这一款洁面泡呢 我自己还蛮感兴趣,想尝试看看的 打开里面就是这样子 它有多少啊,有200ml 就这么目测呢 外包装挺漂亮的,我很喜欢 作为外贸协会的我来说呢 应该是我喜欢的东西 那香味各个方面我还没有尝试 之前我也有看很多美妆达人 有推荐这款洁面泡 很感兴趣,想尝试看看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入了 接下来呢,就是Fresh的一个晚安面膜 那这个晚安面膜呢,是黑茶的 黑茶的面膜,还有玫瑰面膜呢 都是我自己挺喜欢的 那它最近呢,就是出了一个 这个晚安,就是睡眠的黑茶面膜 跟它平时的那个黑茶面膜呢 不太一样 可能就是滋润度会更高一些 不太确定,所以很感兴趣想试试看 那包装呢,也是从白色变成了 这种棕色,咖啡色的样子 很期待试试看这款面膜 因为秋冬天了嘛,我也希望可以 用到一些滋润保湿度 更强一点的面膜 所以就看中了这款面膜 打算试试看 目测呢,觉得还蛮大 这里有100ml的 其实100ml的面膜 我觉得大小就是刚刚好 如果太小的话呢 其实很快就用完了 闻一下这个香味 还不错 那这个面膜呢,我也是很期待 试试看的,希望它的效果 好吧,那接下来呢 就是,因为进入秋冬天了嘛 我的截面乳呢,可能会用得非常快 那我一直呢,都很感兴趣 LAMIA家的截面乳 之前我很感兴趣 他们家的截面凝胶 那款截面凝胶呢,我想我下一个 春夏天呢,会回购一支正装 我觉得很好用 就是很确定它好用了 那这款截面乳呢 我为什么会长草 是因为之前有去做他们家的护理 那在护理中呢,他就有使用这款截面乳 我觉得就是洗起来呢 很享受很舒缓 整个人就是很放松 另外他家的香味呢,我真的是超级喜欢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包装 我觉得就是质感非常棒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入了一个截面乳 打算就是秋冬天晚间的时候 做二次清洁使用的 很赞 最后最后一样呢 真的是重磅出击啊 下了重本了 来自La Perry的白鱼子 亮白凝露吧 应该是 那这款呢,是我也很想尝试的 之前长草这款水呢 是在La Perry的专柜 BA就给我介绍了他家各种水 那第一个呢,我就指了蓝水 因为其实我没有接触过他们家的保养品 我也是看朋友用 朋友用的是蓝水 但是BA就跟我说那款水 其实无功无故 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他直接就推荐我这款白鱼子水 他说效果非常好 很舒服 那因为当时是夏天嘛 所以我在手背上试的时候呢 我觉得质感各个方面都是我很喜欢的 但是因为当时是夏天 所以我觉得它的保湿性有点太高了 比较适合放在秋冬天的时候 所以当下呢,我就没有买 后来呢,我就日思夜想 终于到了秋季 我觉得皮肤开始有点干干的了 为什么说这款水保湿呢 它其实那个质地呢 是比较稠一点的 所以春夏天 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用这种 稠稠的化妆水 我比较喜欢用很清爽的 就怎么清爽怎么来 但是秋冬天呢 我就特别爱这种 比较稍微有一点稠感的 化妆水使用起来呢 我觉得保湿性会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Lamea家的那一款 Trimment Lotion 我觉得它的稠感是刚刚好 当然就是我也不喜欢说太稠的 太稠的呢,用起来也觉得 不知道后面的精华液是擦还是不擦了 像这种呢,就是我觉得 稠感刚刚好 但是保湿性确实一级棒 擦上去它是有存在感的 并不是擦完了之后 又开始觉得干了 那这一款呢,我还是考虑了剩久 我在想说买它呢 还是买那款抗衰老的精华 后来想了想呢 我想我还是买了一个水吧 就是从水开始好了 开始入门吧 那这款水呢,里面长得非常漂亮 它的瓶子呢,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白鱼子系列的瓶子 要说它不好呢 有一个缺点,我觉得是不好的 看我做功课做的很详细吧 那就是它的这个瓶口 它的瓶口呢,非常大 如果你们有看过Lamere的Trimmer Lotion呢 你会知道它的那个瓶口呢 就是一个洞,小洞 所以你倒的时候呢,不会说夸一下 倒了半瓶出来 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那这个呢,就真的真的很容易会倒多 一个不小心的真的很容易半瓶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在用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需要化妆棉贴住瓶口 然后这么倒吧 这样子就防止它倒太多出来 这个设计不知道谁设计的呀 就是它应该瓶口呢做一个盖子 就是有像Trimmer Lotion那样子 可以倒的少一点 或者是能掌控的更好一点 那个瓶口的位置 但是效果就是那个质感呢 不要说效果 因为我还没有用 但是当下试的那个质感呢 是我很喜欢的 不好意思啊 因为今天呢我是没有打灯的 我想用这个自然光 可能这个太阳呢 一下出来一下进去的 这个光会改变 所以请大家见谅哦 那说回这款水 当下试在手背上的那个效果 我感觉我是很喜欢的 所以我后来 下了狠心把它给收了 好喜欢哦 那这款水呢 我也是迫不及待的想尝试看看 它的这个效果到底如何 好啦 这一些呢 就是我在cosmedia.com 入的几款产品 不多 但是我觉得都是精选中的精选 就是我的购物清单里面 最上面的那四位吧 其次应该就是 就是La Perry的那款抗衰老精华了 那款精华我真的一定会收的 我觉得在他家的精华液性价比来说呢 算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那一瓶有50M嘛 他家呢 因为我不是第一次网购了 我也网购过好几次 每次买的东西呢 我都还挺满意 另外就是他们家出货的那个速度 还有运输的那个速度 我都觉得效率还蛮快的 所以我还挺喜欢在他家网购 感兴趣的同学呢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给大家 最后福利时段咯 给大家送上一个10%off的优惠码 我会把优惠码呢 放在视频下面的info box 那大家可以用这个优惠码呢 在他家网站上买你需要的产品咯 或者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 那这支购物分享呢 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看购物分享的话 不要忘记给这支视频点一个赞咯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谢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一次见吧 拜拜